欢迎来到奶爸Tony,我是脑虎 本期视频是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花旗银行的CT的押金信用卡 它转正了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转正的过程一般会收到几封信 然后它会转成一张什么样的卡 左边这个就是我之前的押金信用卡 它叫Security Master Card Credit Card 然后的话右边这个就是升级之后的 转正之后的卡叫Diamond Preferred Credit Card 但是这张卡其实没有多大搞头 它的这边没有什么福利 它唯一的福利就是有一个零利率 就是你账单可以不还 我们一般来说信用卡出来之后 出账单之后有一个完整账单金额 比如说你刷了2000块 然后一般来说 它有一个最小的还款金额是200块 然后你每个月账单 你其实可以只还200块 但常规情况下剩下的1800 它是会给你算利息的 然后这张卡的福利 就是说持有这张卡的前18个月 的利息是零 也就是说类似于一种无期贷款的感觉 就是你刷了2000 然后最低还款额 如果是200的话 你还了200之后剩下了1800 也可以不用还 并且也不用为此交利息 但是呢 由于是我们是押金信用卡转过来的 一般额度都不高 额度不高的话 这种福利我觉得基本上没太大的用途 然后另外的话它是有货币转换费的 就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刷卡的话 它是有三个点还是五个点的手续费 然后其他的话这张卡就没有任何特点了 然后所以说是一张很普通的卡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 看能不能申请换成其他类型的信用卡 但是最后收出来结果是没得换 它默认就只剩这种卡 然后接下来我就说一下 你会收到哪封信 我的卡的话 押金信用卡是去年2021年10月份批下来的 押金信用卡 然后的话这个是今年8月份的样子 应该批卡10个月之后 他发了一封信件过来 然后是一封常规大小的信件 它里面的内容的话 就是告知你不用再压钱在里面了 然后可以升级了 然后他说需要75天来把押金信用卡升级后的卡递给你 然后这是一个通知 然后通知过了不久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APP里面卡片的名称改了 它原来就叫押金信用卡 Security mastercard的卡 然后在卡片里面 它在APP里面收到刚刚那封信之后 这个就改了 并且这个地方有个进度 你可以看到最开始是persist的 应该就是在置卡中 然后有一个配送 然后有一个出来拍键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然后的话 其实我最开始还担心的是他会给我一张新的卡号 因为新的卡号的话意味着你就是两张卡 押金卡一张卡 然后升级之后的卡一张卡 那就是两张卡的话 占两个卡槽 这个卡槽是指Chase银行的卡槽 不了解的 我大概大家说大概说一下 就是Chase这家银行的信用卡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 就是号称524 就是过去24个月之内 你最多可以申请5张信用卡 再多的话 它是不会给你批的 是秒据 比如说你 从现在开始算往后数过去24个月 你已经申请了4张信用卡了 那你接下来再申请Chase的信用卡的话 你最多只能申请一张 如果你过去24个月 已经申请了超过5张信用卡了 然后你在现在再去尝试申请一张 Chase的信用卡的话是秒据的 并且它这个524不是指Chase自己的 是所有美国银行的信用卡 它都在技术范围内 所以如果我想玩Chase的卡的话 然后花起押金卡一张 然后转正的卡一张 就占了两个卡槽了 那我就很亏 一般的玩卡路径 如果你要玩Chase的话 你再把你的信用记录扬起来之后 一般都会先玩Chase 因为两年还是很长的时间 先把能下Chase的卡都下了之后 然后再回过头玩其他的卡 所以一般来说常规的路线 你有了ITN之后 你肯定先办押金卡 办CE或者CT的 办其中一种一点押金卡 然后押金卡有了三四个月左右 左右的信用记录之后 你就可以去办一张美国运通的卡 然后基本上你如果不办那种门槛太高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就用两张卡两个卡槽 然后再之后的话就看你自己选择了 然后你可以只用这两张卡 然后养信用记录养到八九个月或者一年的样子 Chase的信用记录要求比较高 一般网上都推荐的话是得得一年左右去申请 所以如果你想尽快的多拿一些Chase的信用卡的话 那你就一张押金卡加一张美国运通的卡 然后熬一年 将近一年 然后去慢慢的申请三张Chase的卡 然后申请三张之后你就五个卡槽就占满了 然后再回来申请美国运通和 C1或者CT的其他的卡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扯远了 接下来说这个 然后在九月份 刚才上面我说的通知是八月份寄过来的 接下来这封信是九月份寄过来的 九月份寄过来的话 这封信比一般的信封会高一些 大家可以看 然后我本来以为里面是卡的 看起来很厚的 结果里面不是 它还是一个通知 这个就是一个正式通知 你的原来的押金卡变成了新的卡 然后就是一个通知类型 有个七八页纸的样子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宣传册 就是一些福利什么之类的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东西的 然后第二封信 这封信才是卡片 然后你们有时候寄过来的信 因为寄过的卡片一般是不带logo的 你不知道是不是卡 你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它寄过来的地址 甚至你不知道这封信是哪个银行寄过来的 你把左上角地址去google搜一下 基本上就能知道它是哪个银行寄过来的 然后一般来说寄过来的 如果里面是卡片的话 它会有这种小方块的二维码 而其他的信像这种通知类型的信 它是没有二维码的 一般来说卡片的话 我的什么City的还是Chase的卡 它都有二维码的 美国运通的好像也是有的 这封信里面就是卡 就是新的卡 另外还有封信就是支票 对就是你之前押的押金到期之后 它会它不是直接返到你的账户里面 它是通过支票的方式给你寄过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格式 它是地址寄过来的 然后是用first class 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有二维码 然后我收到之后 它是这个地方三边撕开 撕开之后它是里面加了一封一张纸 然后支票是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有日期有金额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写的金额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是你的名字 然后大概就这样子 拿到支票之后怎么存呢 你就那需要我们有一个美国支票账户 一般来说它是支持APP来存款的 我的话是用的华美的Vano来存款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而这是支票的背后 背后我们存款它需要签名 就是这里有有一个 do not write beknow this line 就是这这条线下面的部分 你不要去不要去写任何东西 在上面这个区域是给你签字的地方 然后你需要签字再存 我存的话就是打开我的华美的Vano的APP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支票存款 点过来之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先在这个地方在输入金额 一定要和你的支票上面的金额保持一致 然后我们点支票正面 然后这个地方它会有提示 然后然后就它有一个框 你对着你的支票 然后去扫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给你识别好排好 然后完成了之后 正面好了之后 就是点这个支票背面 背面的话这个地方会提示 除了签你的名字之外 还要签一个 for mobile deposit owning 要这样看到我 就跟反正根据它提示来呗签名 这样这这句话 玩的时候也是扫描嘛 拍拍完之后 这个地方正面 正面背面都好了之后点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 这个地方它会给你说预计到账日期 然后这个地方往右滑动 滑动了之后这个地方存款就OK了 它确实是在应该是两三个工作日之内就存好了 今天主要就分享这个 其他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欢迎大家观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